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有很多网友们发私讯给我了几个华语圈的新闻 是有关IU歌曲抄袭 被闹到国民情愿 舆论压制很厉害等等的内容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有关这件事情 惊悚的真相 首先做回一下我收到的这两天 华语圈的报道的话 因为一个韩国YouTube频道整理的 2009年到2022年 IU15首歌曲抄袭争议 最近在韩国疯狂讨论这件事情 甚至还闹到国民情愿了 但是官方都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网友们都到IU的IG账号留言怒骂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内容与事实不合的地方 首先这个YouTube影片是5个月前的 2022年8月7号上传的影片 最近没有在韩国疯狂讨论 甚至在5个月前也没有说被延上 而舆论控制 在韩国就IU的公司 至于国民情愿确实是有人情愿了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只做IU15首歌曲抄袭的这个YouTube频道 目前这个频道上传的影片 除了一个之外 所有影片都是有关IU歌曲抄袭 专辑封面抄袭等的内容 然后10天前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在我的频道上传了数十个有关IU抄袭的影片 但是很神奇的是 除了YouTube没有地方提起这件事情 很多粉丝们洗白说 IU又不是三星怎么能控制舆论 但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团队 我的情愿王者一直被举报 论坛上有关抄袭的内容也一直被删 应该就是想要阻止被媒体曝光 这样一直控制舆论 将要求解释抄袭的人当成是酸民的样子 突然让我想到 在拿着刀枪的军事政权面前 要求民主的市民有多伟大了 你别开玩笑 还没有结束 希望大家参与情愿 然后留下了情愿链接 这个黑粉在五个月前 上传这个指控IU抄袭的影片 虽然有了200多万的观看次数 但是因为有点不像话 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啊 之所以我称他是黑粉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原因的 而这几天因为他一直持续上传指控的内容 还发起国民情愿想要带风向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到IU的IG底下留言 而更好笑的是 尽管这位黑粉的努力 IU抄袭还是没有在韩网引起争议 反而是这些黑粉们的集体行动 被网友们曝光了 首先是现在带头的这个频道 之前在IU杀眼的丑房产争议时的留言 IU根本就是北韩今日成将领 想要用提告来灭口 对于他的这种独裁 政府需要亲自调查IU是不是丑房产 IU非常可疑 检方一定要先调查他来杀一金板 这件事情当时是在饭圈非常有名的 黑粉们创造的争议 然后跟这个频道主一起骂IU的这个账号 就是这个账号这次发起了国民情愿 只要30秒就够了 不需要身份证认证 有名字、email、地址就可以了 想要送咖啡车到IU的拍摄现场 菜单、抄袭咖啡、炒话题咖啡、罗里塔长 费用我会用海外账户募款 以后我会努力留言带风向 只拜托大家按赞订阅 除了抄袭之外 也犯下很多其他犯罪的IU 一定要让这件事言上 然后就有很多跟风的人到处留言狗话 甚至还将册里的事情也推在IU身上 有关册里的留言就不读了 而因为这次黑粉们非常组织性的行动 还去请愿了 所以就有很多作曲家们留言 非常专门的说明表示 IU不是抄袭 甚至连黑粉指控IU抄袭的歌曲的作曲家 也亲自留言表示 我是皮尔的原作曲家 一点都不一样 这不是抄袭 只是使用了Mine 251 Code 还甚至有一位作曲家制作了YouTube影片 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抄袭 所以面对作曲家们原作曲家的解释说明 这些黑粉们反省了吗 怎么可能 旁熙也一直说自己不是抄袭 这些无名的音乐家洗白有什么用 他们是连舆论都能控制的犯罪者集团 都收了IU的钱 在这里 最可怕又可笑的是 他们有在很多地方讨论会议 要怎么集体行动 请大家找一下这些歌是模仿了哪些歌曲 现在大家对抄袭没有关心了 要不要做丑话题影片来吸引眼球后 再散播说 这些都是被抄袭的人指控的呢 很担心就这样会平息 对于IU的舆论太倾斜了 要不要先将影片换成未公开 造假的影片要不要先下架呢 为了让路人们相信我们会被抓巴饼的影片先下架比较好 大家IG不像这里一样 可以在很多地方同时留言 所以为了带路人们风向 希望大家能持续看IU IG的留言区 点赞有关抽席的留言 大家都去IU的IG这样留言 现在IU抽席在YouTube引起争议了 好让大家能搜到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跟他们是沟通不了的 在YouTube有专家反驳没话说的话 最后就会说 大众们觉得差不多就是抽席 他们既然能把自己当成是大众 太好笑了 抄袭是真的话 记者们会放人不管吗 他们都是为了点击力什么都做的人 虽然看了十多年IU的黑粉疯子们 但是这些人真的很像邪教信徒 好恶心 为什么这样 然后语气也很奇怪 很像是50多岁的人一样 随便搜一下IU的名字 就会出现非常多相关内容 但是都没有人报道 就知道这些是有多废话了 因为IU一直成功 所以真的都疯掉了 是有多胡闹 在这里那里想要创造争议的话 在作曲家圈子里也说他们是疯子呢 如果胡航就说你是IU的粉丝 连作曲家都算 真的是传奇疯子们 让粉丝黑粉同时疯狂的超级偶像 他们因为自卑感爆发疯掉了 对于IU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啊